我们这节讲方向的控制 为什么我们的反手跟正手的技术 我们讲那么多呢 就是细节 有的时候在教学中一点细节 大体的框架很多教练员会教 但是细节很多教练员摸不懂 所以说我们从很多很多的方面去 包括机球点啊 反手这一集 我们总共整个计划拍了十集 十集的话五十个重点 平均每一点有四到五个重点 那就五十个重点去拍 那你看可见乒乓球里面的技术教学有多难 那我们现在这节教了身体的控制 方向的控制 就是打球的方向的控制 你单会拉 但你不会方向控制方向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节我们从几个方面去 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 乒乓球它拉出来的方向的控制 第一个拍面 拍面与发力方向 我们要一个落点 我们的拍面 跟发力方向叫一致 你比如说我要打斜线 我的拍面肯定往斜线 我的发力肯定往斜线 你看这是斜线 那么如果我要打直线呢 那我的拍面肯定是向着直线 我的发力方向肯定是往着直线 懂没有 我打个落点 然后打中路 中路 中路 直线 它的拍面跟发力方向 你看这个是对着斜线 这个对着直线 一直一直两个要一致 知道吧 而不是 比如说不是我想往斜线发力 我的拍面往直线 那肯定不对 来给我看一下你们的发力方向啊 来 斜线 我要这个点 拍面 漂亮啊 啊 斜线 注意拍头 你看这玩意 拍头没对着斜线 好 你来 斜线啊 身体用好 动作小点 好 摩擦 第二个我们讲重心的控制方向 你如果要拉 你重心要往斜线走 比如说我拉斜线 我的重心一定是往斜线 我拉直线 我的重心肯定往直线 你看 那重心往直线走 往斜线走 这个跟你的精确度有关 比如说我拉斜线 我重心一定往斜线 拉中路 重心一定要对着中路 这个身体发力走的时候 一定要对着中路 知道吧 在膝关节对着斜线 对着中路 对着直线 你看对着直线 对中路 对斜线 这个是你的重心 而不是 没重心 拉 发力方向往那边 那个球 过去稍微顶一点 你这个球你拉的时候 肯定就不会想要的结果 有的时候 没重心一拉 我想拉斜线 它跑到直线去了 这个是重心不对 你重心对了 拍面方向发力对了 肯定 肯定那个走到斜线去 听到没有 好我们再看一下重心 看咱们的重心走 直线 中心 好对 中心往斜线 斜线 对往斜线拍面 对对着斜线 对对着斜线 来 重心往直线 动作再小点 传不出界了 哎 好球 斜线 动作小点 对 对 地板 起来就可以 手按起来 对 起来 哎 斜 斜线 啊 斜线直线 在第三个我们讲发力方向 动作大小的控制也是一样的 打斜线可以动作大一点 有没有线路长 打直线动作一定要小要快 这个大小的控制对你的方向 如果你打直线很大的动作 那可那种球肯定控制不好 容易飞啊 是吧 所以说我走直线 怕是走斜线 怕 你看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一个是做 等于说一个动作做到一半 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大一点 走直线一定做小一点 听到没有 一个大一个小 那现在我们两个动作来做看 合佩人先来 斜线动作给我做大一点 直线给我做小一点 看见啊 手弯 直线 来直线啊 直线 撩撩撩撩就过去了 走 好 你看 动作大小方向调整 直线 直线 远拍太低了吗 对 远拍高点 这球可不远拍高点 好 我们这节讲了发力方向 还有几点拍面 注意拍面跟发力方向 第二个身体控制的方向 重心走的方向 第三个就是动作大小 这跟我们整个机球的稳定性跟弱点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在教学当中 一定要讲得细 这个球为什么就能打到 想打斜线打到直线 想打直线打到斜线去 就是 肯定是发力方向有问题 或者拍面有存在问题 好 这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